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我們今天是3月21日 直播 直播中 這一節就跟大家研究這個香港的媒體戰 這個叫做藍媒鬥藍媒 明報早前揭露 已經打針的死者 當中有87%打科興 這件事引來建制派 以及親北京人士的暴障 嚴厲批評 我們首先跟大家說說明報 明報是藍媒 但是這次不是藍鬥藍 而是藍鬥紅 因為文匯大公是紅 紅加藍 就會變成紫色 鬥紫 他們不是加起來的 他們是在鬥爭 紅和藍鬥誰贏呢 其實通常都是紅的 全面赤花 你很難比赤花的共匪 我們先說明報說甚麼 提醒一下大家 因為好笑的 你聽完你就知道他反駁他才好笑 明報說甚麼呢 明報就說 現在 首先第一 打針 疑釘蓋的就是1486 人 當中 就是1292 人打科興 所以 他就佔了死亡率 87% 我們在這裏停了 想問這句說話 裏面 有沒有地方是可以錯的呢 其實沒有的 他是說出事實 及事實之全部 所以問題來了 當 這個文匯大公要批評明報在做假新聞的時候 我想問 1292除1486 打科興 不是87% 那是甚麼呢 他是很客觀的說出事實 那不是87%是甚麼呢 其實 你質疑他的數學是沒有意思的 然後把竹關出來 五毛上身 他現在的問題不是打甚麼針 是有沒有打的問題 現在我們和你討論 打甚麼針會死的 是不是呀 是死了的人呢 如果他打針 就分開打甚麼針的人會死得多些 我知道他錯甚麼了 這真的是假新聞 Misinformation 1292除1486 正確的數值 是86.94481830417 所以這個就是明報散播假新聞 Misinformation 連加減成除也算錯了 除錯了 他只是四寫五入而已 即是四寫五入是錯的 其實我覺得 中國專家有一句名言 他說 中國 現在的感染人數那麼低 基本上就沒有疫情 他就寫到沒有了 他用了四萬和五萬 五萬以下寫了 因為四寫五入 我們早就教大家這樣計算的 中國式防疫嘛 首先你所有東西除14億人口 你的百分比就很低 低到 再四寫五入就是沒有了 中國沒有疫情 所以那些人在抹黑祖國 每天都在說大陸甚麼嚴重 甚麼要清零 清甚麼零 根本沒有疫情 清零的意思是有疫情 不過你要清吧 讓你講說文匯說甚麼 再說到政府回應 文匯說 這個科興保護性 不信服必態 有媒體所謂分析 針對著明報 存在著專業貿誤 文匯說 這個科興保護性 不信服必態 有媒體所謂分析 存在著專業貿誤 文匯說 政府對誤導性報導表示遺憾 雖然特區政府和醫學專家一再呼籲接種香港兩款新冠疫苗 也有效保護市民 但昨日有媒體 卻分析數據 稱有87%已打針的染疫死者 是接種科興疫苗 但承認有關分析 未有考慮較多長者打科興 長者死亡風險較高等因素 有專家接受文匯報訪問的時候 說這種媒體評論的時候 這些所謂分析有專業缺陷 具有誤導性 所以我們剛才提出的問題就是 誤導在哪裏 誤導在哪裏部分呢 86.9和87之間有一個很大的紅溝 你不能夠準確地說出數字 3.14是不可以的 一定要把3.14、159、26 這只是說不完 因為這是無理數字 是無理數字 其實是永遠不能停的 環繞地球四個圈都沒有停 沒錯 所以這些專家 正式是打壞 沒得停的事情你怎麼說 你不如說出那個謬誤在哪裏 文匯最有趣的地方是說不出有甚麼錯誤的地方 我看來看哪個部分可以錯 87%有甚麼地方可以錯 沒有地方可以錯 其實文匯一向都是這樣的 他只是說你的錯 但是說不出哪裏錯 好像之前香港人那時候 那些年輕人犯法 犯哪一條法 他都說不出的 只是說你們犯法 究竟犯哪一條法呢 他繼續說 標題有誤導性 但誤導是哪個部分呢 錯誤是哪個部分呢 他就說 內民已指出數據 不能反應兩種疫苗 減低死亡的有效率 未能反應打科興者 死亡風險較高等 其實他也沒有說 標題也沒有說 現在我只想問一個問題 多少人死了 千多人 死了的人之中 多少人打科興 多少人打復必泰 就是這麼簡單 有甚麼問題呢 問題就在這裏 他們現在 都承認其實 你這樣引訴是錯誤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本身的死亡就有問題 因為有些人根本 就不是這樣死的 直接也不是敢死的 直接就指出了那個謬誤的地方 不是敢死 接著你跟我說你計一條數 去打了科興 還是打了復必泰 本身那個 邏輯已經有問題了 我們現在一直在說是那個問題 有些人跌死你又跟他說是武漢肺炎死 這個時候就誤導了 到別人描述那個疫苗的時候 你就說要把疫苗分開是不是長者 死的人又要不需要分長者 要不需要分年齡 本身長者死亡風險是不是較高 他有沒有其他長期病患 你有沒有公佈過數據 當然沒有啦 之前他公佈的數據 其實長者的比例是很高的 有一天只有一個二十多歲 其他全部都80歲以上 他不說的 完全沒有說的 張竹君就有說 他說 對他的時候就說 80歲以上 長者沒有打針的死亡是15% 如果打了一針兩針 就會少些人死 問題就是 這80歲的人是不是真的因為武漢肺炎而死呢 可能不是 可能是你說謊的 可能是你說謊的 跌死亡也把他卡關下去 誰相信你 現在 他想對自己有利的時候 他就增加了條件 你要說的時候 要說到哪一個人就是80歲以上 下次80歲不行 要81歲以上 那你就只是做數吧 所以我們一直都告訴大家 港共政府和你說的數字全部是混混的 因為是你自己選擇門檻的嘛 我選擇門檻 不是17至18.5歲的那些 我不計算啦 門檻是我設的 我選到最有利的群組 我再拿個數據出來說 老實說 我認為應該用一個標準 叫做中華文化標準 為甚麼呢 人生70古來欺 七十歲以上死亡也不計算 古來欺嘛 還怕甚麼死亡 32歲以後也不計算啦 40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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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以後也不計算 那不計算哪些呢 其實術性就不要計算啦 不如術數統計算吧 用橘子眉斗數 橘子眉斗數也不計算啦 陰年陰月 陰日出生 該死亡也不計算啦 或者你拿一本《逆經》出來 去預訂一下吧 這樣可以嗎 抽獎 抽籤 抽籤決定他 統計法有沒有意思呢 你是任由你選擇一個你覺得有理的數字 你就出來說 我一定可以選擇一個很有理的數字 沒錯 還有你定義的 甚麼為是長者 是你定義的 甚麼為是年輕人 我定義的 我根據聯合國 65歲以下是年輕的 65歲才是中年人 80歲以上是老人 這個聯合國的定義我們是不同意的 但是 如果可以這樣移來移去的 那麼你才能說出來的 有甚麼misinformation 那些醫生也很無恥 幫問匯大公做這樣的訪問 無恥都不是人來的 可能就是醫學美容的那些 深圳醫生 也沒有說哪個醫生 也沒有說名 不具名的 匿名的 其實他們是甚麼專家 你說的專家 每次都加專家兩個字 怎麼會是專家法呢 整股專家 是玉樹林峰的整股專家 這節我們先說到這裏吧 拜拜 拜拜